世界這麼大 各個城市都有不同的風光美景 提起中國山水很風光 很多人都會想起桂林 所謂桂林山水夾天下 今次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王牌桂林高鐵潮遊四天團 快一起來看看桂林有多漂亮 桂林山水夾天下 楊索山水夾桂林 我們會坐祝佛遊覽慶平梨江 遊覽梨江最精華的一段 沿途可以看到著名的九馬華山 20元人民幣的背景圖 黃埔倒影等等 將梨江最美風景盡收眼底 慶平古鎮奇風環繞 風景很漂亮 日向都有楊索山水在慶平的江法 古鎮是古代梨江沿岸最大的城鎮 有1,700多年的歷史 這裡你可以看到光潔的青石板路 唐宋氣台 名稱的建築 興平縣的遺址 神廟廢墟等等 展現出興平古鎮最深厚的歷史文化 之後我們會去到桂林市面積最大 歷史最悠久的七星公園 裡面有寿美神奇的七星山 和七星岩景觀 陷称桂林山水和文化的縮影 我們會包觀江電瓶車 遊覽七星山和駱駝峰 提醒到桂林山水 一江四湖這幅山水畫 絕對不能錯過 所謂一江四湖分別是 木龍湖 桂湖 桂湖 熔湖 和岩湖 我們會乘坐遊船 將木龍古道 古城牆 寶織山 蝶彩山 蝶彩山 和橡尾山等名景名山 準修眼底 全方位感受桂林山清水秀的絕美風光 桂林山水鴿天下 爐笛美景堪聚街 在爐笛岩洞裡 有大量天然物集的棕雨石 石筍石柱 在五彩燈光底下 就好像映照出一座宏偉的地下宮殿 洞裡所有的景觀 都是大自然幾千年來鬼斧神功的傑作 所以被譽為大自然藝術之功 同時因為歷年有多個外國領袖曾到訪過 因此又被譽為國賓洞 桂林紫山水鴿天下 桂林梯田都有世界之冠的美語 龍謝梯田是攝影家嚮往的攝影天堂 梯田層層疊疊曲線 由山腳連綿不斷直至山頂 景色就好像通往仙境的雲梯 在梯田當中 你會見到不少藏族的吊腳樓 他們和群山融為一體 景觀古雅清幽 桂林還有不少新地標 例如重新修建的蕭瑤樓 和黃鶴樓、藤王國等人民地標齊名 桂花公社是近年另一個人氣網行打卡熱點 它是國家4A級的旅遊景區 景區裏的桂花文化體驗館 有多個沉浸式的體驗 我們可以在裏面試到桂花糕、桂花酒、桂花雪糕等等 可以了解桂花的文化和魅力 園區裏還有星空玻璃屋、月亮池、桂花林等等的地方 讓你盡情打卡 適合喜歡拍照的你 來到桂林 當然要品嘗當地特色街牙 像桂林地道米粉宴、梨江河鮮宴 楊索必食的慈名啤酒魚宴等等 更加重本安排在酒店內 享用月色點心宴 至於住宿方面 在桂林會入住兩晚國際品牌的酒店 例如喜萊登、香格尼泥 或者位於市中心很近步行街的梨江大博布酒店 保證住得舒服 這麼精彩的旅程 是否都心悠悠想去玩一下呢? 永安旅遊中國長線升級順玩團 全程不設購物店和不設自費真友 遊覽時間更充裕 更加會安排移基道上 讓每一位貴賓都可以清楚聽到導遊的講解 玩都玩得投入一點 還會免費提供手機數據SIM卡 讓你隨時都可以跟家人、朋友分享精彩的旅程 心動不如行動 現在就上我們永安旅遊網站 即時報名預訂啦